还有五天台北市立委补选就要投票了 那刚刚凯翔有讲到 就是吴英农是让他最出乎意料的 就是2020那一场的立委选举 对他来说是史诗级的战役 可是怎么会变成2023 这场补选居然选得这么厉害 对 我觉得这是一个草包现行计 因为他很多事情都会讲 就是你知道在2020那场选举的时候 很多事情是跟着总统大选的 总统大选其实才是大家关注的焦点 所以吴英农在那时候是一个很清新的形象 然后就是在一个强力的包装之下 然后一个偶像巨星的身份 在这场选战当中可以去 就是很多事情是被掩护的 然后当他成为唯一的一个主角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他各种策略 还有各种言行就是完全追不上 就是程度就不到 程度就不到 你所谓高盛的经历 然后你所谓特战兵的什么经历 这些东西能直接转化成 你是一个合格的立法委员 又或是一个合格的国防立法委员 这都跟人们想象的落差 实在未免太大了一点 上周对不对 这个瞄准进庄返 我觉得瞄准进庄返这些事情 也要分成两个层次来解决 就是当你被发现你拍的那张帅照 瞄准进庄返了 他当然是重重打了你一巴掌 说你这个特战兵 结果你发现你瞄准进庄返 你打你屁的仗 这当然是重重的打脸 但是这是一个部分 这是已经来不及的部分 你知道照片已经出去了 可是我觉得吴亦农 更让人家惊讶的是 他事后的处理的方式 他事后在危机处理的方式 是说那是人家照片提给我 我就拍我只是负责摆拍 这种说法就让人家更匪夷所示 就是很多事情 每个人都会犯错 每个人都可能在选战当中 去面临一些危机 又或是你未来当上立委的话 你有可能会遇到一些事情 是超乎你能力之外的 但是吴亦农真正让他崩溃的 也是他没有处理的能力 刚刚讲这个瞄准镜 这个是一个 在早先他发这个新闻稿 原本想要扮演一个 清流的角色 炮打司令部去打黄神国 去打赵介佑 结果被赵映光跟黄神国 反打巴掌之后呢 吴亦农选择的方式是说 那个那请党中央去处理吧 请党中央去处理吧 就跟这一次摆拍的这个风波 他说哎呀这个国防部 那是国防部递枪给我的 这才是让他真正崩盘的地方 那我就觉得 然后呢讲到这个财政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 我觉得啦 这也是这些年来 想当然耳的一种说法 包括就说什么 哎呀这个我们要这个财政收支 民进党自己也常在讲 财政收支要平衡啊 然后呢我们要这个 就是不要再举债啊 什么什么之类的 所以吴亦农似乎也是 也许他的团队 或他本人也稀反涉事的 觉得说这种不要 你知道 还税移民讨好民众 那我立刻要站在对立面 因为我是清流 我是小清新 可是呢殊不知 这个背后其实是有很多的脉络 我建议吴亦农是可以多看看 蔡振元委员的脸书 蔡振元委员的脸书 平常分享很多财经的科普 我记得我上周在这边讲的时候 我也是觉得说 会不会觉得拿来还这 不要直接发钱比较好啊 可是我后来已经改变这个想法了 为什么 就是因为你仔细去研究这个脉络 就会觉得说这个超增到4000多亿 那会有一些理由啊 你仔细去想嘛 是说今年的经济好到不得了啊 好到我们去年完全没办法想象说 今年经济会好到这种程度 所以把税入编得太少了吗 也没有啊 今年经济也没有想象中的好啊 然后再来呢 还是说我们开征了一个什么新的税捐的科目啊 所以哇突然来了一大笔镜像 也没有啊 那结果稍微了解一下 这个中华民国财政这些收支的 这些相关法规跟政策 你就会知道是什么原因 他给你乱算钱嘛 他这个总装政府总预算 恐怕就乱算嘛 不管是他评估 是刻意的乱算 刻意乱算制造一个我超增很多 我这个哇 我真的很会帮政府生财 这样子的形象 又或者是说他的规划能力 真的很糟糕啊 在这个税出跟税入之间的 预算的这个掌握度非常低 才会造成多这么一大笔钱 这些理由 正常人都会觉得说 你还来好了 你还来好了 我要是这笔钱 你不还到我的口袋里面 我又不知道你民进党要怎么去乱用 最后一年了 最后有疯狂 我是不敢想象的 所以我觉得文艺龙就是很草啊 这就是草啊 你既然就像刚刚预防委员讲的 你对明星没有办法掌握 然后你对背后的脉络 当然你对明星没办法掌握 其中一个原因就代表说 你对很多脉络是不熟的 你自己也搞不清楚什么状况 所以想当然讲了很多蠢话 事后对又被甩出法夹弯 那我也不知道 我觉得文艺龙 其实我也是心疼他了 没关系再过五天 就可以好好休息了 再撑五天 因为这五个礼拜以来 我们就会发现文艺龙 他你说见风转舵 要不然就是立场暧昧 太多东西了 就是自己打脸自己 不过比如说 他现在支持一期延长 那有被翻出来 那是他过去三年前的时候 他其实是反对的 他反对的 那当然他的说法是说 这几年情势不同了 那当然也是过去他所讲的 什么票头滚挡 台湾变香港 他现在也不认了 他说这些都没有意义了 好那来讲政见嘛 政见那时候他推出了 这个双语教育 双语政见 巴拉巴拉讲了一些内容 结果不对啊 2018年王鸿威就已经在推了 好那前阵子也在讲 吴亦农说中央要编列预算 锦销增加人力 太换老旧设备 那王鸿威就说 有提啊 国民党议员有提啊 那市府也同意啊 裁员都找好了 但问题是卡在中央 好不好 内政部一直卡 卡到部长都下台了 锦销还没有给锦销加紧呢 那刚刚凯杨提到的 赵介佑 是我开除的 赵英光也是我请他离开的 逼得赵英光发声明打脸 好那另外呢 吴亦农说他不主张抗中保台 一向的诉求是反共保台 嗯这有差别吗 抗中保台反共保台 差别其实不大啊 好那更别说了 还有之前什么 松基签建啊 成立什么国土防卫部队啊 更早之前他还提过 什么在家当兵啊 就说这种种啊 不要说是被自己人都打脸 那甚至呢 包括了其他的 他推出的一些政见 像是这一次的这个 还税于民的部分 自己就赶快发夹弯啦 超级大转弯 然后拿枪跟着拜 那这边呢 我在这边请教委员之前 我们刚刚看到的 就是说有本土社团 现在鼓吹说 票头王宏威鼓励习近平 喊出这样的一个口号 那有拿去问吴亦农 认不认同这种做法呢 吴亦农说他一向坚持 希望选举可以回到理性讨论 他说老实说 我不确定习近平 有没有在关心王议员的选举 王宏威的选举的格局 已经到了 习近平会注意到 习近平有14亿人口 一下子注意到王宏威 王宏威这个时候已经是 已经不是浅荣在田 已经是飞荣在天了 我要这么说啦 这个一些台独社团 就是伪称叫本土社团 要本土吗 我才本土啦 你们算什么本土 我家来到台湾今年是401年 你们那本土社团抓出来 没有几个超过200年的 台独社团就是台独社团嘛 讲什么本土啊 别少来这一套了啦 就是台独社团 他们想要干嘛 就是说哎呀把你抹红 可想一想王宏威好像没有什么 可以抹红的材料 不像说苏贞昌玩抖音 王宏威也没玩抖音啊 对不对 所以真的是中共同路人是苏贞昌 还不是王宏威啊 所以想一想看很麻烦呢 就来讲说啊 你如果抖给王宏威 就是抖给习近平 我跟各位讲 即使这个老招不是什么新招 前一次就最近这一次的 澳洲的大选 这个澳洲原来的总理 那个Morrison 他在澳洲的街头大做广告 哎呀你抖给我的对手工党 就是抖给习近平 还把习近平的照片弄得大大的 那五星期的国旗弄得背景大大的 然后就还把那个艾奔尼斯的照片弄得小小的 到处挂了 反正结果怎么样呢 落选的是谁 Morrison啊 老百姓不会吃你这一套的啦 你是在耍谁啊 对不对 所以我是觉得 他们现在吃了一个很大的亏 就是说 那一次其实也不是国民党党中央喊出来的 国民党几个候选人喊出来的 票投民进党青年上战场 真的让很多年轻人觉得这样不妥吧 所以对于民进党的支持度是大幅的衰退 他现在又想说拿习近平做样子 陪陪 我不认为习近平在台湾的仇恨值很高 习近平就老是那种胖胖的憨憨的 然后就摆出一个讲话很慢慢的 我们两岸一家亲啊 我们这个要和平啊 和平统一啊 我们都是一家人啊 他都给你摆那个软性公式 所以仇恨值不高的 你拿来有什么意义呢 没有什么意义啦 所以两岸的问题千丝万缕 要去处理啊 是要对政策很了解的 比如说我右边的这个大师级了 我们大师级了 我们的邻居方是这方面的大师级了 那我们不是说像那么年轻的吴云农 就要有这种政策的那种思考的水平 我没有要求那么多 但至少你逻辑上不能够矛盾 至少你那么短时间里面前后不能不一致 因为你做个立法委 你想的每一件政策都要想得很远 不能够只想当下 也不能说只想过去 也不能只想未来 是要做一个综合的调节跟考虑的 那吴云农很明显的 我真的很怀疑 他说他在美国念过大学 到这个学校怎么教的 他连这种思考的能力都很弱 所以才会出现了自己打领自己的问题 一下子又要在家当兵 我要问问我们的国防大委 也不晓得我另外说在家当兵怎么当 我无法理解 我还没有看过有哪个国家能够在家当兵的 那再来第二个他又说要组国防 国土防卫队 那国土防卫队 人家乌克兰也只是把警察 什么消防员 这些人构成民兵 叫做国土防卫队 他现在是男女老少就当国土防卫队 你觉得这样能打仗吗 所以一环扣一环的政策的差异 包括说他竟然不知道说警销的津贴卡在哪里 他搞不过还不晓得这次防疫的那些医疗人员的津贴卡在谁手上 他如果你没有去对这些做完整的东西 只想要把你的幕僚 你的小编拿上你的稿子 然后你照亮一遍 就好像你有政策 怎么那么叹气 也许上一次在立法院选举掩盖在总统大选的那种光芒底下 大家都注意到总统怎么选 很少人注意到各个选区立委选举 尤其他这个选区又很独特 当时民进党动不动打个双帅对决 两个帅哥在对决 自己这两个帅哥有什么政策 有什么作风 没有人知道啊 每天都在耍帅啊 什么农夫啊 农妇啊 要签名啊 看到吴云农尖叫啊 所以我就有那么帅吗 他就一个长得比较高的潘若迪 我看不出来 可是那一年真的是奏效啦 对啊 的确是奏效啦 但是奏效 碰到蒋万安年价也长得不差嘛 对不对 就败下阵来了 不过其实蒋万是有做事 而且选举一板一眼的在推这个东西 吴云农就是个大少爷嘛 就是要人家捧着金焕卵的大少爷 你不能怪他 你不能要求太多 他刚时在选民进党的台北市党部主委的 外面的这个所谓的熟熟波波们 帮他安排几个黑道的朋友 来帮他拉这个人头党员 他当然可以搭那个轿子顺手上去 哪知道后来变成抗手山域 不知道怎么办嘛 他也慌在当场啊 过河拆桥啦 对啊 他就像一个被吓到的一个小白兔 躲在丛林旁边发抖 真的不晓得怎么办啊 对啊 所以这样子就被受到震撼教育 还想要当国土防卫队的队长 这个实在是差太远了 差太远了 不过说到了这个吴怡农现在的处境 是不是也跟这个民进党还在乱有关 那包括自己人也没有办法无暇帮了 那彻翼呢在这边狗咬狗 好来看到这个之前的卡神杨慧如 他po脸书上面 骂很凶啦 他说我不耻的是有人从不脏手 切机拍沙龙罩装清高 有人拍了马桶广告爆炸了栽赃给他人 对外从不认错更恶心的是 为了夺权把内部资料泄露给亲近媒体 甚至敌营 只为了在党内斗争中先排除异己 不幸的是 这群人刚好都在过去或是未来位居高位 领高薪 骗对新媒体无知的老人 对外无战力 很会背刺前线友军 杨慧如说我不认识王浩宇 印象中连面都没见过 更不要说是朋友了 不过之前他一个人 立抗逆转藻礁公投的时候 某些人还在喝啤酒订摄影棚 拍做菜美照呢 他说所谓的反省需要彻底 所谓的清创要干净 2024绿营想赢吗 请先清理出出卖同志斗争自己人的被赤载 不要以为你栽赃给无辜的人 别人就不知道是你做的 比起被赤载 这次他得挺王浩宇 还有所有被出卖的测意 真的是狗咬狗开始了 委员 你知道有一句话叫说 夫妻本事同命鸟 搭现来时各自飞 你把它改一下 同志本事同命鸟 搭现来时各自飞 人家说民进党一下都很团结 比国民党团结很多 那是你外面的压力没有进来 你现在人民对民进党就认为说 下架民进党现在变成是一个时尚 时尚了是不是 风潮了是不是 所以你外面的压力一进来的时候 你在民进党这个 说统渣在里面很团结的 他说压力来的时候就炸开来了 所以自己人就推及自己人 现在这个现象 你看民进党攻击自己民进党的人 为什么 因为他们知道 现在外面的压力非常大 他们每一个人要出来强调 自己才是真正的爱民进党 其他这些同志实际上是站在 民进党的对立面的 这就是这样子 所以民进党没有那么团结 有派系怎么可能团结 派系以前就是大家可以分账 可以把利益拿来大概分一分 你当什么掌 你当什么掌 所以大家都很满意 哪到前年也满意 哪到位置大家都很满意 人家看起来这个东西 有可能要丢掉了 所以这些人赶快挑出来先自侵 挑出来先攻击别人 他如果攻击别人自己就安全 这就留得清白之深 其实这个都想多了 你们都跑不掉了 你们大家都没有那么清白了 民进党今天的所作所为 你们都有一份 不要太客气 你们都有一份 你们都有很大的功劳 那我只是讲到说 我跟郑远都是从乡下出来的 我们小时候都在农村里面 都工作过的 什么农夫农夫 拜托不要修路农家 你能不能向我们种过田 你知道种田是很辛苦一件事情 农然要构产醉 要寻田水 因为水锅里面的水 要流到你的田里面去 要从很远的地方一路要保障 要进入你的田里面 而不是别人的田里面 这整个过程是 漫漫长者在黑夜里面 还有蛇在晚 夜色之下 在吃青蛙的声音 你会非常害怕的 可是你就是要这样做 然后如果相较要采歌的时候 早上四点多钟就要起床 你要是采知道 什么叫做披星戴月 因为月亮跟星星都还在天上 我跟蔡志炎 是经过这种农村的生活 你们没有 你们在都市牢 好 你不要侮辱了农夫农妇好不好 什么你是农夫农妇 我觉得这实在是太肉麻了 对不对 好 那怎么样 委员 我是以整个的选举来讲 其实走到现在去 民进党也没有 也是没报 没报 坦白讲也不知道怎么办 很快的选举就想了 我们不要去预测 王鸿威跟这位冒牌的农夫 你们说谁会引谁会输 大家都知道结果 我也不必在那边讲结果 人人都知道的结果 知道太阳白天就会出来 晚上就是月亮跟星星会出来 这么简单的道理 我其实不需要去讲 何况正言已经讲了 好 因为最近这两天 引起很多讨论的是什么 这个驻希腊代表处的小编 那这要从什么说起呢 因为他自己在这个 脸书上说最近有人 有台湾在讨论行人路圈 因为之前呢 CNN报导 台湾是行人地狱 之前我们也有报导过 CNN在报导中指出 台湾光是2021年就有 2962人死于交通意外 是英国的5倍 日本的6倍 所以封台湾是行人地狱 里面当然还有提到很多 结果呢 这几天发现了 驻希腊代表处的小编呢 他就发文 那发了就说10版是不是 第一版呢 他先发文 还有附了这么一张照片 他说最近台湾在讨论行人路圈 那西编在上班途中 随手拍了代表处前的人行道 给大家参考 他说你看到这个地板 地面是这样子 在雅典当行人是痛苦的事 好就后来又破第二版 那一样 就是说也提醒大家 来旅游 千万要注意安全 补了这么一句 那当然就引起了一些抨击嘛 所以就一直发发 发到现在 你所看到的是最终版 第10版 那他说他就是 给大家参考 常常一走 就会有树跟障碍物 挡在中间 只好走到马路上 可说是在雅典当行人 不是件容易的事 提醒大家来旅游 要千万注意安全 那他想起他上去布达佩斯的时候 人行道又宽又平 一不小心太开心 走了三万步 只能说不管到哪里 行人入拳 对旅行者来说 都是最重要的呢 好有一个道歉分隔线 谢谢大家热心指教 发言不够谨慎 西边真的非常抱歉 作为管理工家单位粉专的小编 未能注意到身份敏感性而已 个人立场轻率发文 招致风波 真的十分抱歉 我看到这我觉得说 有没有搞错 你是外管人员好不好 你是派驻在国外 你派驻在所在国的地方 你嫌人家烂 那这个凸显是什么 就是民党现在的一个习惯 就是说他们急着洗风向 只要我们被批评不行 我们不能被批评 只要被批评 我就要想尽办法来反驳 来反击 是这样吗 凯翔 这个有一个远因跟一个禁因 原因就是 其实从民进党上阵以来 从大到这种 在台面上的外交官 然后小到各个部会里面很多小编 那其实就是一些酬庸 再加上说一些裙带关系 再加上说一些不走正道的 一些刑事风格 然后累积下来了 然后那是远因 就是很多人就这样塞进来 这小编出包是第一次吗 几乎每个部会的小编 都出过包了吧 我现在族繁不及备载 你叫我想我想不出来 欢迎观众朋友 在聊天室里面自己想 每一年 几乎每个部会 都有小编在出包 就是很多根本不适任的人 并没有经过很严格的筛选 他根本就没有资格 他可能认识谁谁 他可能哪个委员 哪个官员的什么子弟 然后就去做这个工作 这是远因 现在这个事情 难道大家还不够 都历历在目吗 那再来 近的原因 其实就跟前面一个话题有关 就跟这个杨慧如 再跟王浩宇 在这边一打一唱 然后对其他的 侧翼开炮这件事情 就是跟 也跟委员刚刚讲的 呼应这个委员刚刚讲的 就是一个这个 夫妻本是同龄鸟 大难来时各自分 现在民进党看起来 他这个无量下跌 似乎还在探底 似乎还看不到停损点 那所以很多这些小编 这些或是说很多这个 约聘雇的 不管是外包的公司 又或者是内部约聘雇的人员 都在人人自为 请问一下 我要跟下一个老板在哪里 不知道啊 下一个老板有没有机会 不知道啊 那所以呢 就是小编的老板 也不知道自己下个工作在哪里 那小编就没人管啦 随便乱乱去 发一些 原本就不适任 原本就没有资格 做这些事情的人 然后呢 在这个时间点 又没有人管 你就会看到各种群魔乱弩啊 各种光怪陆离 什么事情都会发生的 不只是在这种部会 这个希腊这个 这个 这还算小的 很多部会都出现这样子的事情 荒香则板 开始随便乱说话的人 我都觉得 连行政院的阁员们 大到像是薛瑞元 苏贞昌本人 都开始有一种 不知道精细何系 不知道未来 明天在哪里啊 还会不会继续做下去 每个人都开始放飞自我 那所以希腊这个小编 你会觉得意外吗 你会觉得意外吗 不会啊 就是一个他本来就不适任 加上现在没人管 导致现在的结果 所以我觉得 我不知道 一方面 一方面 当然就是 民进党持续这样子 然后让政党轮替 这件事情可以被容易的启动 我是支持 我也是乐见的 可是我也会希望说 未来还有一年多的时间 这国家也不能这样乱下去 有些 你觉得这种事情 这是小事 那大事的时候该怎么办呢 到底有没有人出来管一管 对 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大 然后刚刚在这个聊天室里面 就引起热烈讨论 还有人说 原来也 外派也有1450 不只外派1450 还有更大咖的 驻日代表也是 大号的1450 我们的外交工作 大概现在应该没事 对 那也有人点名 驻德国的谢志伟 我在聊天室 我们就要看看 我们的驻日代表 谢长廷先生 他在干嘛 他动不动就是在 参与国内的政治氛围的事情 这段时间是比较静了一点 照道理来讲说 你一个驻日代表 我们希望你在脸书上所呈现的是说 哎呀 你做了哪些事情 非常辛苦的 为我们台湾去拓展一些外交空间嘛 对 最起码的 你交了很多以前历届的 这个驻日代表 都交不到的朋友 没有 一样啦 谢志伟 你不要跟我们耍宝好不好 耍出什么 他跟BNT有去接触 你讲什么谎话呀 好像这个时候 那来什么 掛图要想要懒功 那动不动就跑回来 批评参与国内政治 你是驻外大使 什么叫驻外大使 你不是驻内大使好不好 那是一样啦 这个希腊外馆的小编很搞笑 我同意啦 就是说因为一四五年有功劳的话 就会被派去外馆当小编 那经常也有很多那个 什么立法委员的女婿啊 谁啊谁啊 高薪到外馆里面去任职啊 我们都有这个新闻啊 随便一撈都有啦 所以管碧琳我来讲你 你也不用躲啦 那为什么要搞成这个局面 就是用人没有章法 用人没有制度 不遵守文官体系应有的 一个运作的基本原则嘛 到处随便塞人嘛 赵逸祥不是回来选台北市议员了吗 他不年纪轻轻就被搞去什么 当政治组组组长 底下同领那么多外交官吗 弄得动吗 他不管是见识资历各方面 都输给那些老外交官很多嘛 他民进党是这样子 他很看不起这些老公务员老文官 他觉得哎呦我来是创新啊 我突破啊 我来一个新人给你掌声啊 问题是连摩托车都不会开 连驾驶直到都没有啊 所以才把整个运作体系搞得乱七八 弄得荒腔走板啊 可是你面对这样的局面 这个当然凯翔是比较敦厚一点 他想说还有一年啊 国界也不能这么乱啊 凯翔你的愿望不会实现的啦 只会更乱是不是 因为越到了 王朝每到了末期的时候 只会越搞越乱啊 为什么 他们找不到胜利方程式啊 那越就越走偏门 越下乱七八糟的奇怪的药 用国安会议开会讨论说 要不要发现金 你不很好笑吗 国安会议在干什么 对啊 讨论这种事 摇头啊 蔡总统说好无聊 对啊 我都快睡着了 我都快睡着了 国安会议你是真正的主席耶 你讲这样的话 要总之难以想象 你看拜登如果讲这样的话 那就真的变成Sleepy Joe 做什么Sleepy Joe Sleepy English 所以整个国家 我担心就是 从现在开始 这个一直到了今年年底 可能都处一种状况 因为你说你叫他小编 那是1450出生的 你说他写什么吗 他中文底子也不好 总不能来写一点文学的东西吧 他只能写马路不通啊 不过我倒是觉得 是不是希腊外馆检讨检讨 我们国内很多的行人 这个穿越道不守规矩 老是说车祸的事情 还比较实际吧 对啊 所以外馆不做正事 内馆也不做正事 什么叫内馆 我们内政部就是这个例子 刚跑掉一个内政部长 所以到底这整个 蔡英文政府要乱到什么时候 乱到没有章法 比如说我们刚才还在讨论 有关于发1万块 或者8千块现金的问题 我脸书就有人留言 哪有人家唐凤 拍一次跳舞的电影 就在推销1亿2 就马上不见了 不要提唐凤好不好 这个人家是天才 天才也是在做内管的事情 他也不过是一个比较大号的1450而已 你能够期望他做什么 他只能做出那个卖面的平台 他没有办法做出抖音 他如果能够做出抖音 让这个苏贞昌不要去玩抖音 我相信我为他鼓掌 他做不出来 他自称158的智商 他就做不出来 自称他是国中毕业 就能够当Microsoft看重眼 可是问题 Microsoft被抖音打在地上 对不对 技术差距太远了 但是蔡英文政府把这种人物捧成天 第三性 全世界没有的 然后整天在那边耍宝 他能做出什么东西 你只要检讨民进党政府里面 有哪几个部会首长做事是像样的 你随便挑啊 可能很多人不认得 我们大概只认得金军部长欧美花 搞得台湾的台积电快开花了 那还有谁啊 财政部长很多人也点不出名字来 那国防部长最近比较红邱国正 他也无可奈何 他一辈子当军人没有想到说 中共飞弹飞过台北上空 也不准他发警报啊 你说他能干什么呢 对不对 最近为了兵役的延长 美国压他说不行不行要一年 对不对 他要买武器美国又不给他 美国又塞一堆乱七八糟武器给他 不要说他有专列军人 我们的领域法会员 只要看到美国塞武器给我们 一个头都五个大 那你面对这种处境 还有我们农委会主委 这个陈吉仲他干什么 你们不清楚吗 这乱成一团嘛 对 更不要讲说教育部的沈克刚 又还跑来找几个小童 然后来说对不起 我们又开始要做战备演习 所以这整个政府乱成这样子 不是没有道理的 再加上这个政务委员罗炳成 动不动就以法学教授的身份 出来训人一顿 好严格的法律 那整个司法部门领导的检察官 你那也看不下去了 这个什么动不动高鸿安 那六十万就是什么八路大搜索 然后高端只有六路 很奇怪啊 交保金也没他高 对 交保金也没他高 而且更扯了八十八枪 那个练习的手法是好 那应该征召他去当什么 当国土防卫队的队长啊 那整个乱成这样子的 黑金也好 光电的这个问题也好 每一环扣一环 那又要来跟老百姓抢这一万块 说对不起啊 我没那么多钱 我要扣个三千块 发七千块 所以这个政府会被唾弃 不是没有原因的 好 不过委员刚刚要讲到说 这个民进党现在反正不管怎么样 他终极目标就是要赢 还是要赢嘛 尤其2024 那所以一直在苦思这个胜利方程式 那说到了胜利方程式 我们来看到蓝银这边好不好 就传出了就是2024的梦幻组合 是不是 侯卢配 侯卢配这个部分呢 昨天卢秀燕 在这个扫街站台的时候 被问到了 好 问说你觉得有可能吗 结果卢秀燕市长说 只要对台湾好 怎样的组合都可以谈 要找出能够完全胜利的组合 而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也看到了 这个是台北西美市长侯友宜 他很霸气的说 我们绝对不是强国的棋子 他悄悄的换上脸书的这张照片 当然引起了很多讨论 说侯友宜也开始在备战了 2024了 我先请到预方委员 侯卢配怎么看 其实这当然也是个强棒 因为侯是本省人 那卢秀燕是外省人 然后侯友宜是新北市 最大的新北市的市长 而且连任 那卢秀燕也是 他们就省级的考量 或者是地域的平衡的考量 或者是以他们的政绩 都算是非常好的配合 强强联手 而且因男育女 这个是非常重要 像美国总统提名来讲 当时为什么甘乃迪 要提名詹森当大副总统 当然因为詹森在参议院的人望 这是一个 第二个是地域 一个是新英格兰选出来了 Massachusetts 这样的一个参议员 一个是德州选出来了参议院的领袖 所以这种搭配是有考虑的 所以这个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当然最后要看侯友个人的医院 卢秀燕各人的医院 整个的政治环境 我想朱立伦说过 说国民亚要推出最强的候选人 我希望如此 而且这最强的候选人 不是可以被指定的 一定要经过民意 民调出来的 全民确认的 那才是真正的候选人 不是国民党任何一个人 或是任何的所谓的中常会 或是中央委员可以决定的 一定要 我再讲一次 一定要有民意基础的 全民的民调 才是唯一挑选 国民党候选人的 那样一个机制 那样的方法 好 不过在侯友宜的部分 侯友宜他只能讲到说 我们绝对不是强国的棋子 那当然就是各方的分析 评论很多 那唐湘龙就说 在过去的2016 2022 国民党两次挑战都失败 2016年推出了洪秀柱 当时他连美国都不去 2022年韩国瑜 他虽然没说自己不劝美国 但韩国瑜洪秀柱 这两个人和美国来讲 是没有渊源的 不像朱立伦马英九 曾在美国留学过 好 那可以说洪秀柱是统派 韩国瑜是九二共识派 那至于侯友宜 他是国民党的本土派 所以本土派出来之后 他反而觉得美国要紧张了 美国可能要 对侯友宜这个人太不熟了 要在侯友宜 要针对侯友宜做很多的功课 我想我对美国有 不敢讲很多的了解 有相当程度的了解 美国 其实我告诉你 中华民国的总统选举 战场是在台澎金马 不是在华府 也不是在纽约 不是在美国的本土 美国在这方面 他是很现实的 当然他希望他挑的人 是他可以接受的 他喜欢的人 但是如果台湾人做了决定 美国讲实话 没有理由不支持 美国现在讲说 民进党说 美国对民进党多好 最喜欢 我告诉你 马英九当总统的时候 我们几次到美国访问 蔡政委員也给我们去过 我告诉你美国都讲说 你们现在是最棒的时候 沉水柄的时候让我们很伤脑筋 那现在你马英九 把两岸关系搞得这么平稳 让我们美国不用担心 台海可能爆发战争 美国可能被卷入 所以你们是很棒的 就这样子啊 所以美国他有他的现实面 这个人他要希望有一个人 不要给他惹麻烦了 那你相对来看 那我讲赖清德好了 赖清德讲他是务实的台独工作者 台独这两次 美国听到他都快要跳楼了 美国基本上对台政策是要维持现状 可是他这个维持现状 状要怎么维持 第一个 台湾是不准独立 所以他讲一国中国的政策 立任的美国总统 都是遵循一个中国政策 他如果这个对 给中国大陆一个交代 为了要维持现状 那呢 第二个就是 中国大陆不许用武力解决 所谓的台湾问题 这个是给台湾一个交代 所以这两边交代 他如果交代了 现状就可以维持 那你如果相对来看 侯友谊反而是个比较稳定的 不是照进的这样一个人 那你赖清德 你讲你是务实的台独工作 而且你是当行政院长的时候 在立法院公开这样讲 你觉得美国怕不怕 美国也担心说 你找出一个候选人 中国大陆完全没有办法接受的人 搞台独的人 那他就在这个整个的竞选过程 或是选出来以后 中国大陆不断找麻烦 你美国怎么办 美国喜欢卖武器来赚钱 人人都喜欢嘛 对不对 可是台湾两岸 搞得要打仗的样子 要把美国给偷下水 你认为他会喜欢吗 他在阿富汗搞了20年 好不容易脱身 好不容易知道是脱身而走 你说你在哪一个 在台海再爆发一个战争 你认为美国人要 要如果卷入不卷入台湾必定完 你要卷入 你认为美国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伤亡的代价 这个战争两墙打起来 你说在阿富汗打了这么久 死个两三万人这样子 如果台海打仗的话 打得够狠的话 一天几千人就躺下去了 就在台湾海峡里面了 美国才不会那部分 才不会干这种事 所以他要维持线杂 一直强调一个中国的原则 大新闻大爆挂 订阅靠大家 每日功课 开启小铃铛 转发补课 每天都要支持 大新闻大爆挂 科普一下水神跟病毒 还有细菌在打架的时候 会变成什么 变成水 没有残留任何的污染性 那一天使用个百字千次 其实也不会伤到你的皮肤 那家里有小孩的孕妇都可以很适用 哪里买得到水神生成机 请上快点go 输入我的推荐代码 就会有折扣喔